列祖明皇帝上之上 太和元年春 吾姐樊都胡宗鄱阳太守周房及彭启生获之 初 起自言举一兵 未未讨无 亦者以为因此伐无必有所克 第1问忠书令太元孙姿 姿曰 颇阳宗人前后朔有举议者 众若谋遣选者乖散 西文皇帝常密论贼行事 言洞浦杀万人得传千数 数日间传人附会 将陵备为立月 权才以千数百兵驻东门 而其土地无崩解者 是其法尽上下相为之名艳也 以此推起 举未能维权复心大吉也 致是其果败亡 2月 李文昭皇后寝缘于夜 王朗往事缘灵 见百姓多贫困 而地方迎修公事 朗尚书见曰 喜大宇欲整天下之大患 故先悲其公事 减其衣食 勾见欲光其育儿之江 亦约其身以吉家 简其家以施国 汉之文景 欲辉弘祖业 故歌翼于百金之台 招俭于夜提之福 获去并忠才之将 由以匈奴未灭 不至地宅 明续缘者略尽 世外者简内也 仅见史之前 足用列朝会 重华之后 足用序内观 化临天渊 足用斩油燕 若且先成相位 修成池 其余一切须丰年 专以秦耕农为物 习荣备为事 则民冲冰墙 而寇荣冰府已 三月 蜀成向亮 甩诸军北驻汉中 使掌使张义 参军蒋婉 统留府市 临发尚书曰 先帝创业未办 而中道崩俗 仅天下三分 一周疲毙 此成危急存亡之秋也 然世卫之臣 不屑于内 忠至之士 望身于外者 改追先帝之书欲 与报之于陛下也 成以开张圣听 依光先帝以德 辉宏至世之气 不宜望自菲薄 隐喻诗意 以色中见之路也 宫中复中 宫中复中聚为一体 至罚脏脾 不宜一同 若有坐监犯科 即为忠善者 以赴有私论其行赏 以招陛下平民之礼 不宜偏私 使内外一罚也 室中侍郎 郭幽之 废衣 董云等 此皆粮食 至律中存 是以先帝简拔 以为陛下 予以为宫中之士 事无大小 惜以资质 然后施行 必能避不缺漏 有所广义 将军相宠 性行输军 小畅军事 适用于昔日 先帝称之曰能 适以众义 举宠为都 予以为营中之士 惜以资质 必能使杭阵和睦 忧烈得所 亲贤臣 原小人 此心汉 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 冤贤臣 此厚汉 所以清腿也 先帝在时 没与臣论此事 未尝不叹息痛恨 于还灵也 事中 上书 掌使参君 此息端粮 死结之臣 愿陛下 亲之信之 则汉世之龙 可继日而待也 臣本不一 功耕南阳 苟全性命于乱世 不求闻达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 未自网驱 三顾臣于草炉之中 自臣以当事之事 由是感激 遂许先帝已驱驰 后执轻腹 受任于拜君之计 奉命于危难之间 而来二十又一年已 先帝知臣谨慎 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来 素夜忧叹 空托付不孝 以赏先帝之名 故五月杜鲁 深入不谋 仅南方已定 甲兵已足 当江帅三军 北定中原 数捷奴盾 嚷出奸凶 兴赴汉世 还于旧都 此臣所以报先帝 而终陛下之职份也 至于斟酌损益 尽尽忠言 则幽知医允之认也 愿陛下脱臣以 陶贼兴妇之孝 不孝则治臣之罪 以告先帝之灵 则幽知医允等之慢 以张其咎 陛下亦以自谋 以自走善道 查那雅言 深追先帝遗诏 臣不声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 临表涕灵 不知所言 遂行 屯于缅北 阳平石马 两臂广汉太守 遥咒为愿 咒并尽文武之事 两昌之曰 忠义者莫大于尽人 尽人者各物其所上 今遥愿并存刚柔 以广文武之用 可谓伯雅矣 愿诸愿各息此事 以主其望 帝文诸葛亮在汉中 与大发兵旧公之 以问散继常侍孙姿 姿曰 喜五皇帝征南政 取张鲁 扬平之意 威而后继 又自往拔出下侯渊君 说言南政 直为天狱 中邪古道 为五百里十学耳 言其身险 喜出渊君之词也 有 五皇帝胜于用兵 查蜀贼欺于山盐 是五鲁篡于江湖 解脑而避之 不择将士之力 不争一招之分 成所谓 见胜而战 知难而退也 今若进军 就南政讨量 道计贤祖 既用精兵 即转运镇守南方四周 鳄遇水贼 凡用十五六万人 必当父更有所发兴 天下骚动 费力广大 此城陛下 所宜申律 扶守战之力 利益三倍 但以今日宪兵 分命大将 拒诸要险 微足以震慑强寇 震静将亦 将士虎睡 百姓无事 数年之间 中国日盛 五属二鲁 必自疲弊 帝乃指 初 文帝霸五诸钱 时以古博为用 人间桥伟见多 静师谷以妖利 伯涓以为事 随处以言行 不能进也 司马之等 举朝大义 以为用钱飞图封国 以所以省行 今不若更助五诸为便 下四月 以害 复行五诸钱 假身 出迎宗庙于洛阳 六月 以司马懿都督 出京玉州诸军事 帅所领镇渊 东十二月 李贵贫 河内毛氏为皇后 初 帝为平原王 那河内于氏为妃 即即位 于氏不得立为后 太皇变太后 未免淹 于氏曰 曹氏自好利剑 未有能以一局者也 然后执内侍 君听外政 其道相游而成 苟不能以善事 未有能令终者也 乃必由此亡国丧事已 于氏遂处还夜宫 初 太祖士祖皆亦赴肉行 以君事布果 即帝即位 太父忠摇上言 一如孝景之令 其当弃士欲斩幼职者许之 其情义左指公行者 自如孝文义以昆痴 可以岁生三千人 照公卿以下义 司徒郎以为 肉行不用以来历年数百 今复行之 恐所俭之文 未章于万民之目 而肉行之问 已宣于寇朝之耳 非所以来远人也 今可按摇所欲轻之死罪 使减死昆行 嫌其轻者 可备其居坐之岁数 内有已生亦死不子之恩 外无已月亦地害耳之生 亦者百于人 与朗同者多 地已无属未平 且寝 逝岁 无昭武将军 韩当族 其子宗淫乱不轨 拒得罪 润月 将其家属不屈来奔 初 孟达既为文帝所宠 又与环阶夏侯尚亲善 即文帝祖 皆上皆足 达心不自安 诸葛亮闻而幼之 达朔语通书 应许归属 达与卫星太守身已有戏 以密表告之 达文之 黄聚欲举兵盼 司马懿以书未解之 达犹豫未决 亦乃前军尽讨 诸将言 达与无憾交通 以观望而厚动 一约 达无信义 此其相宜之时也 当及其未定 促决之 乃背道奸行 八日到其城下 吴汉各浅偏将 向西城安桥 木兰赛已救达 一分诸将已拒之 初 达与亮书曰 远去落八百里 去无一千二百里 文武举世 当表上天子 必相反复 一跃兼也 则无成已故 诸君足办 吴所在深险 司马功必不自来 诸将来 吴无换矣 吉兵道 达幼告亮曰 吴举世八日 而兵至城下 何其神速也